琳琅滿目的建築作品 包括許多台北市地標 像是101大樓 望華榮山寺 市立圖書館等 全都出自小學生之手 大伙團結合作 描繪自己夢想社區 應該有的樣貌 因為我以前有去過國外 然後看過教堂 然後就印象中就長這樣 因為101是台北的地標 然後會非常的鮮豔 然後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這是由台北市教育局 舉辦的創客工作坊 集結40位各所國小學生 重新創造各個著名建築物 並導入社區環境設計 讓作品不再只是一般校園勞作 還能成為社區公共藝術品 一般來講我們大人 會有大人的社區的概念 那我們這次完全開放 我們希望孩子們 藉由他們自己互相的討論 可以了解說 他們自己想要的社區是什麼 所以包含裡面的建築物 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像有很漂亮的噴水池 或者是很高很高的圖書館 或者是很棒的一個天橋 那這些設計都是孩子們 他們自己針對他們自己需求 去討論出來的 這些作品 陳列在社區愛心商店裡 不但讓校園與社區結合更緊密 小朋友也能透過這項社會藝術 培養公民概念 提高社會參與一舉兩得 凱破大台北數位新聞 游祥婷採訪報導 我們在社區下部 開車 新設計師 老年 報紙